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上一个礼拜 包括美国传染病学专家佛企以及Bill Gates共同的结论 他们似乎都错了 因为一个来自南非 以前南非产钻石 来自南非的病毒 但我不太想再提南非这个名称 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对当地的歧视 在当地的变种病毒成了今天 在星期五开始全世界媒体的头白头条新闻 WHO在10月26号将正式召开会议 我们今天现场访问是台大公文卫生研究院的院长 丹长全 丹长你好 主持人好 来 请教您一下 到底这个南非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想这个新的病毒 这个B11529 那这个病毒是在南非发现 但不一定从南非开始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就像主持人讲说 不要给南非挂上不好的名字 是他们非常仔细的这个基因监控 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聚集 然后好好去看这个聚集的这个case 那南非你知道最近这一波再起来 已经一千多 他会第四波的这个流行 结果发现是一个全新的这个突变 这个突变株呢 它总体来讲 可能有超过五十个地方突变 那如果说跟S protein相关的 大概有三十个 然后呢 跟过去跟我们的感染性 或是严重性 比较有关系的 可能有十个左右 好 这跟Delta有什么差别 我们已经被Delta吓死了 那Delta才二到三 所以才会surprising成全球的头条 所以它等于是Delta的十倍的传染性 还不知道 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它的新型 好 疫苗 那如果施打疫苗有用吗 现在没有人知道 从这一次看起来 为什么会产生 现在有一个讲法 就是它是在一个单一个体上面 也就是一个个案 它身上才可能变异这么多 那这一个人 很可能就是没有打过疫苗 这个是个年轻人 年轻人 所以在他身上才可能衍生出这么多的变异 这个从这个mutation的这个角度去想说 好 那现在传了多少 现在没有人知道 目前到今天为止 非洲的疾管局 African CDC 他讲的就是八十一二个 就七十七个在南非 波索瓦娜 差不多四个 然后那个香港有一个 所以总共八十一到八十二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过去的变种病毒到Delta之前 其实早就有加热变种病毒 八十变种病毒 那个也有一个跟南非有关的变种病毒 可是这次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Beta的当初的紧张是它严重性变强了 可是它传染性没有强 所以后来在全世界竞争上 它就被一个严重性没有它那么强的Delta 但是传染性比它强的这个Delta 这样把它盖过去变成全球现在我们在因应的 南非变成病毒的问题一跑出来 我就立刻宣布要打五岁到十一岁 因为很多五岁十一岁疫苗 其实早就批准了 可是家长就觉得疫苗打在孩子身上 就觉得到底这个孩子将来长大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句话本身是反科学的 因为Delta时代就已经有几个最重要的证据 当时它是从美国在 我记得是当时是在Boston 对不对 在Massachusetts那个地方发现的 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在那个地方的追踪 就发现在那地方追踪里头 第一个 它equal to every age 每一个年龄层的感染率都一样 没有因为老年人年轻人有差别这样 那它会突破感染 不管你打疫苗的人都可能被感染到 但是主要还是从不打疫苗的人传过来 那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的小孩 你要保护他 所以不让他去打疫苗 事实上他很可能被感染 而且感染以后对他一生的 人生的身体影响很大 而且呢 现在这一波欧洲第四波疫情 最后的结论 其实欧洲都打到接近67% 68% 奥地利的总理说 这个国家低于欧盟的施打率 是个可耻的事情 可是人家也打到67% 一个大的变种病毒 现在当时军人就非常紧张 一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宣布五到十一岁的小孩 马上要施打疫苗 你觉得该打吗 当然该打 就是说 从武汉租到后来的这个 阿法 那个时候是我们没有疫苗的时候 对 Data是在我们人类已经有很多疫苗 可以用的时候 所以从美国到欧洲 从现在你看到这个非洲跟亚洲 很多的国家澳洲 我们都说 Data是没有打过疫苗的人的大流行 那事实上就是说 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就比较容易得到Data 而且得到以后的重症跟死亡 都远高于有打过的人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本来在目前还是Data 来主宰全球这个大流行的时候 就要打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据都告诉我们 大部分的疫苗 目前看起来 所有的年龄层都要打 如果反问你一个问题 人们会说台湾现在几乎是 零感染零确诊 为什么要打 这个非洲南非也是很低 那你这个没有打的这个族群里面 没有打完整的族群 就是一个温床 当一旦有一些感染 我们不知道在发生的时候 就是变异的最好的来源 所以其实南非也感染病例很低 就整个非洲在这个两年来的疫情里面 相对于亚洲或是欧洲跟美洲 它是比较不严重的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为什么那么担心 它是疫苗打得最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南非这个事情 严重性在于说 它如果在整个非洲散开来 那我们会看到蛮严重的这个后果 对不对 不管是确诊个案 或是甚至重症死亡 或是再变种 对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今天 全世界这么关心 好 那是代表我们前面一刚开始讲的 比尔街跟原来佛奇都太乐观了 2022年我们要结束大流行 其实是困难的 对 因为我们唯一借近就是 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 那我们那时候讲说 它的循环是差不多两年 两波嘛 所以我们想说2020 2021两波 而且渐渐感到说 我们好像可以用流感化来处理这个 所以这一次 这一只新的变异株呢 我们要观察未来三个礼拜 看它的严重性 观察四个礼拜 看它到死后的死亡率的情形 那在这段时间加强去这个做基因定序 来了解它的传播的这个范围 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说 到底这个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会像国际的专家 或是像这个比较益子这些长期对全球卫生非常关注的这个企业家所期待的 我们大概是两波之后会像前之前一百年前的这个流感大流行就会下降了还是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开始就是再一个两年再一个两年这个是这样 所以这个未来一个月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跟过去不一样 你还想想想想想想想看说 在武汉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们多么恐惧 我们对这些事情不了解 现在我们又有基因监测的 我们又有各种疫苗可以去 至少疫苗做了 打了以后知道说现在这个疫苗有没有效 那基因定序清楚以后就可以马上跟两年前一样开始研发新的疫苗 所以这个是未来一个月非常关键 我们希望它是这个只是短暂的一个变异没有扩大出去 那各国也现在比较警觉了 那过去很少的国家会做边境管制 那现在有一些国家开始要做 但是这个也不能做待过火 如果这个边境管制再继续这么延 因为南非会有这个事情 有一个他的社会经济的背景 就是这样两年的疫情 已经让这个穷人跟富人之间的差距 社会上面因为这个健康 经济的不平等所造成健康不平等的 变成一个新传染的一个温床 所以这个东西经济跟公共卫生的防疫之内 一定要赶快取得平衡 那大家一条心来做 谢谢张晨院长 就是我们的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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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